好 接下来的画面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台中有一辆工业公司的货车 把满车的废弃物丢到了这个无期中港体育馆旁边的草地当中 当场就被三名的外国人目击 三名老外感到非常疑惑 议论纷纷 小货车就停在台中无期的中港体育馆旁 两名一次工作人员的男子就直接接力把废弃物丢在空地上 但明明就不是垃圾场这样的行为 正巧被三名路过的外国人看到议论纷纷 实际来到现场体育馆的附近人烟稀少 但就是这么巧被外国人看到 这段影片一上纯网络让不少人大骂丢脸丢到国外去 报告人员接到检举也连忙前往工厂击查 工资也连忙出面澄清 虽然强调认识地主 但这样随意抛弃垃圾的行为 在不知情的外国人眼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环保单位也开始调查 如果真的有违法刑事 最高可以开出30万元的罚款 甚至还要负担刑事责任 基督教授你 无礼安台中报道